今天恭喜你們 4分鐘就秒殺了 跟BLACKPINK同等級 8800塊的票 不簡單 房檔阿伯了嗎 BTS應該可以幫他擺一個名字 但是他說本來要去北流辦的 可是後來因為台北市辦 他就講了很多 我們就不細講了 總之他就覺得說 這個人走茶樑 他當然可能也是開玩笑 但總之他就說沒有借北流給他 那當然講到這個就引起說 大家討論說他到底是 台北市政府是故意卡科 還是說呢 這個是本來就不借 政治團體相關的活動 那郵書會議員 也是我們台北市議會的同事 就把這個公文調出來之後 很明確的看到說 那因為呢 北流本來就不能租借給 這個政治活動團體 所以當時有去詢問說 那請問你們辦這個活動 會不會涉及一些政治性 那其實柯文哲也很老實說 不敢保證不會有政治 那這樣子的話呢 北流就沒有借給他了 那治豪身為台北市議員 你怎麼看這次的事情 會不會覺得 柯市長在這個談話上面 有一些可以需要修正的地方 是 那我想先恭喜我們防彈阿伯 這個熱銷玩壽 我想其實應該概念是這個樣子 當初柯P想要在北流這邊 來舉辦這個演唱 我想他的概念是說 因為北流算是他的一個這個 心裡面滿感到治豪的一個政績 那他也想利用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他在那邊辦演唱會能夠吸引一些人潮 那也可以這個不僅只是讓大家知道這是他的政績 也可以把那邊的地方做一個熱鬧熱鬧的那種感覺起來 所以這是他的本意 而且最主要他人也不多 預估他就四百多人 那想說那個場地是剛剛好可以適合 他大概是基本這樣的概念 那你說他到底是不是一個政治活動 我相信去參加過演唱會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大家唱歌嗨都來不及了 但是這當中會不會偶爾 比方說他會說柯文哲動算 那這樣算不算 對這樣算不算政治活動 算 因為他本來就政治了 對啦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有點尷尬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原意只是想要唱唱歌 把剛剛他的一些想法告訴大家 然後自己也跟朋友們的支持者做一個同樂的動作 那的確他本身就是政治人物 那你在裡面難免會喊個幾句口號 或做一些什麼動作 的確會是一個政治活動一個聯想 那我想他原意是那個樣子 那他為什麼有這樣一個發言跟這個表達 我覺得是他有點難過吧 畢竟是剛剛這個離開台北市差不多三個月 那想說原先他自己的一個政績 那他想回到這個政績上去辦一個演唱會 就會被拒絕 可能心情上有點難過 所以才會有那樣的一個言語表達的一個出現 那我想終究回歸 我們民眾黨本來就是很遵守規則 那如果最後覺得規則的確是這樣子 那我相信阿伯也會了解 練一下這個瑞的斗內 他說北劉太監說有錯就要認錯 認錯不可恥有錯就要改 SOP就是這樣的精神 他應該也是一個科本 他說可恥的是明明知道錯還凹抹黑抹紅 然後他就說相信科主席可以對 像尤淑惠議員認錯那樣反而可以得到 尤議員對你的認可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爆料這件事 其實所謂這卡場地的事情 柯市長他可能覺得說他過去是市長 那現在借場地借不到 我跟大家講國民黨2022年勝選 市長是蔣萬安是藍營的 然後議會多數也是國民黨 我們7月2號大家記得嗎 有辦過一場立法委員的造勢活動 就台北市的立法委員候選人的造勢活動 我們辦在大指點華嘛 本來不是要辦大指點華的 本來也是要辦在台北市政府管理的場地 結果全數被拒絕了 所以台北市政府拒絕的不只是柯文策 他其實國民黨的也拒絕了 好那民進黨有沒有被拒絕呢 有據說這個賴清德也要借一個 7月初的時候的一個場地 也已經被拒絕了 哇他也是辦演唱會嗎 不是他是辦那種造勢活動 造勢活動但是因為現在的造勢活動 都沒有辦得那麼造勢 所以大家本來就是都會講說 沒有我們就是一個社會團體的聚會啊 等等的嘛 但總之呢 這個是這個蔣萬安市府 當時我們去申請的時候 也就是拿出這些規定 說呢因為現在的場地裡面 不能辦跟政治相關的活動 所以就算是國民黨的也不能出界 其實應該這麼說啦 我覺得應該還是這個名稱 還是有一點點的這種感覺啦 就是說畢竟我們是想用演唱 演唱會 那演唱會跟這個北流流行樂嘛 就劃上一個 可是我問一下啊 那個演唱會的門票啊 那到時候你們 你雖然不知道啦 我只好奇說 他到時候會用政治現金去做申報 還是說作為一個普通收入 這個我還真沒有去瞭解 因為如果他是用政治現金去申報的話 他變成是說他是一個募款性質 就有點像是我們平常不是會辦募款餐會嘛 那辦募款餐會大家要來吃飯付錢的話 我會開一張那個政治現金的收據給你 等於是說假設好了 比如說八千八百塊這個門票 聽起來很貴對不對 可是沒有啊 我就這樣來支持柯文哲的啊 所以他等於是我今天想要捐款給民眾黨 或是捐款給柯文哲的一個動作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變成政治性 對啦 因為這一點我沒有在進辦 我不太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樣設定 不過我想剛剛我們也討論了蠻多啦 我相信如果說規定的確是如此 那如這個喬欣你所講的 是各黨都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我們主席是會理解的 所以我看其實柯文哲的支持者很可愛 就是比方說這件事情上面來說 我就看到柯文哲的支持者大多 我不敢說全部 大多沒有挺柯文哲 可是我覺得這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特性 也是我覺得好的地方 就是說像 如果今天他講的真的是不對的 或者是他講的哪裡有疏失 那自己的這個支持者 能夠站出來講說 我認為你有修正的空間 那其實才能夠促進這個政治人物 往比較好的方向去改變 因為畢竟有時候我們做政治人物 講話講太快啊 失言啊 開玩笑啊 不被理解啊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對 沒錯 可是如果你的支持者在 你明明做的東西可能是違規的 你還硬挺的時候 反而會造成其他更多中間選民 覺得沒有辦法接受你們 當然沒有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柯粉 在這件事的表達上面 我今天早上看到這個事情之後 我就先去看很多包含PTT 然後包含很多留言 我就發現這件事情 柯粉也沒有挺柯 這是一個奇怪的政治現象 所以你怎麼看你們民眾黨的支持者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民眾黨的支持者 是很中道理性的啦 所以今天其實不管是不是柯文哲 或是我本身 或者其他的委員 或是我們崇禎的同志 有做錯的地方 他們一定會批評 我也被批評過 我也被批評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難能可貴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 因為其實我們做人最怕就是你錯了不知道 或者說你錯了之後硬 這是我跟曉欣一樣的感覺 我認為就是是非對錯 這個世界上一定要有這種東西 那其實就是我們看不慣 目前這個執政黨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子做 所以其實這一點我對我們的柯粉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予以肯定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對的方向 也是我們民眾黨的價值啦 所以這樣很棒 我覺得這樣很棒 那昨天柯文哲他也拋出了一個 我覺得算是 如果不是有北流這件事的話 應該是今天新聞的 最重要的震撼單 就是他說他如果選上總統的話 那行政院長就是意思說 會由國會的最大黨來組閣 那可能是國民黨 也可能是民進黨不知道 那你怎麼看他現在這樣的說法 那具體而言在政治上面 有可能會引起什麼樣的政治效應 對 其實我必須這麼講 他的想法是好的 他這個相當跟這個德國的 所謂的政府的斡選政治 是差不多的意思啦 那他的原因我相信就是說 因為畢竟我們黨 還算是一個小黨 那就算我們明年 如果真的柯P當選之後呢 可能我們的一些政治資源 也沒有那麼的足夠 那更何況 柯P本來就是一個中道理性 他的這個選民 或他認為他當選總統的話 他所要照顧的國民 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民 他不會是只是染世綠或白 所以他認為說 如果在各黨派之間 能夠有個聯合政府的概念 大家一起來攜手執政 他認為這是把絕大多數主流民意 合併的一個方式 好 好